來 忠孟朗東 看到有什麼 本土陣營不要自亂正角 覺得說好像討論韓國瑜太多 是不是應該忍處理 去年的時候陳其邁 不是原本就要忍處理韓國瑜 結果一直忍到8月9月才發現說 民調被追上來 那些謠言都來不及澄清 最後被逆轉了嗎 我認為一個民主正部的政黨 一個本土派的政黨 面對謊言就要一次一次的給他戳破 就算是你覺得厭倦 就算是你覺得要煩了 他講的不對 我們就要點出來嘛 其實我們不用去害怕說 問題都在韓國瑜身上 我們點出韓國瑜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說 就在昨天的時候 Google就有260億的錢 匯進來台灣 為什麼他要匯進來 因為台灣的綠能 綠電 讓他買到了成為亞洲第一個 因為綠能而在台灣設廠的一個 成功典範案例 這個遠遠勝過韓國瑜 多少的空頭支票跟訂單 我們講完這個政績之後 我們來回來看看 韓正瑩新的出招是什麼 接近黨的陳欣宇醫師 跟他的一些資訊的朋友認為說 韓國瑜這樣的一個新的APP 叫一支穿雲件 背後似乎並不單純 為什麼 因為他號稱是一個 三十幾歲的韓粉 基於佛心開發出來 可是你發現說 他在9月27號註冊 但他同步只花一個月 就在Apple還有Google的 安卓系統上面都有 而且他這過程當中 也同步在中國的App市場上架 請問你要打台灣的大選 你為什麼一個選舉的App 竟然是在中國那邊也上架呢 然後更進一步看他的功能 表面上來看好像 我們去看他這個是手機板的畫面 有行程造勢 喊下去名字 看起來好像不會說 好像很陽春沒什麼 可是他功能強大 你只要一點這個 黑韓退散下去之後 馬上今天下午就出現 王丹的這個新聞 然後呢 底下還告訴你說 韓市長想法 怎麼樣去反駁王丹都告訴你 那如果你按這個 澄清區的這個按鈕 一點下去 馬上就到了王丹這則報導 於是就會有韓粉說 王丹是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 令人唾棄 他藉由這種方式很快速的 對於支持韓的挺韓新聞 你可以去給他按讚 對於對韓國不利的新聞 你馬上就會有一個公式 告訴你說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澄清 這樣的一個連接系統跟方式 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簡單的做到的 然後你進去來看 他還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挺韓新聞是多少啦 行程跟造勢在哪裡 都一片列了出來 但是這個App有個特點是說 一般人做就算是佛心 那他還可以告訴你作者是誰 版權所有 甚至要打一下廣告 為他個人的這個生計 結果他沒有廣告 沒有作者 沒有授權 也是完完全全的全心奉獻 給了這個韓市長 真的是很偉大的清超 然後你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個開發者是誰 就叫做 那這個人只發表過一支App 能夠有一個功能 如此完整的這個選舉App 他竟然之前完全沒有任何App的作品 這個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然後甚至呢 我們黨OpenKMD 證照星 他自己在反駁的時候 稍微露線了 為什麼 發現他矛盾 因為他說 沒有隱瞞 這個軟體開發人員 每個人都是我朋友 人家每個都比我年輕又帥 請注意這個用詞 每個是一個團隊 結果中時電子包他就說 開發者是一位 30幾歲的鋼鐵韓粉 到底是一位鋼鐵韓粉 還是一個團隊 這個才是韓國瑜正義需要搞清楚 如果真的有一個團隊要幫他做 這其實沒什麼 藍綠都可以做 可是你不要假裝說是一個 鋼鐵韓粉 那一般來講正常是做不到的 我等一下再做說明 是 好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 其實除此之外的話 大家在廣告上熱議的是說 對於韓國瑜市長的 他過去最終期的這個事情 結果連高雄市也的這個行政紀 國際處處長 對 丁樂群他似乎也是 被韓國瑜這種歪風影響 吃到韓國瑜口水了 什麼 因為他會回答 邱勳憲的這提問的時候 追蹤期到底有沒有 他說在有跟沒有之間 所以說邱勳憲就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做有跟沒有之間 宇宙當中會有跟沒有之間的嗎 所以網友就在把他笑翻了 這是所謂的量子力學 薛丁格的毛策不種原理 你要看的時候他不見了 你不看的時候他就出現了 這是太神奇了 這彎彎圈就在胡扯跟胡說八道 所以我們必須要點出來 讓大家也去笑一笑 然後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他討論的青年論壇 包含我們說到的什麼王什麼蛋 還有爸爸都是在很多論壇 在這個論壇上面跑出來的 結果就被臥槽 這個獨立媒體批爆說 怎麼很多想要去挑戰韓市長 都不見 他說走出同文城 結果走出好像叉叉 為什麼 因為都是國民黨青年團的人 可以優先的這個獲選去參加 他發現說 受訪者都是國民黨青年團的這個成員 然後包含是說 這個青年團總團長的湯祈元 或者是青年團營隊籌辦人員 這個寧維宣 更包含是說 有要參選的這個議員的陳孝威 都出現在這個青年論壇這個場子 可是這個論壇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空位 他號稱可以讓很多青年進來去挑戰他 實際的狀況是說 有幾個台大學生 他是真心的 木板韓國瑜想要去挑戰他 結果就被篩選掉了進不去 反而現場空空蕩蕩 都非常多 所以青年論壇原來進去的人是篩選過的 對篩選過的國民黨青年軍 當然不排除可能有漏網之魚 他以為他是藍的 結果不小心放進去 但很明顯的是 他並沒有真正開啟一個 他所宣稱的 這麼公開對話的一個場合 年輕人這麼好篩選嗎 因為昨天也問到了 和平協議 我們想知道我們很憂慮 簽還是不簽嘛 結果他就在講 說不定那個就是漏網之魚 我們覺得就是不小心沒篩到 原本要把這些人都篩掉 不要去挑戰他的 結果就讓他進去問到這個問題了 然後結果地下賭盤問題 其實現在非常多人在擔心 為什麼 你會發現說 民間地下賭盤 昨天的新聞 蔡英文從上喊80萬票 然後拉近到現在只讓30萬票 甚至還說到說 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他發非常多的經費在裡面 甚至花上億元 在中國資金去壓制韓國瑜 造成韓國瑜氣勢的這個假象 那我會供一個簡單的圖解 來跟大家說明說 為什麼地下賭盤 對於選舉非常的影響很大 因為一些中國在台組織 他滲透到了一些宗教 里長等等的很多資金流入了之後 這些錢匯到了台灣的地下賭盤 這些台灣地下賭盤 不只是中國人跟他操盤人在賭 包含一些藍營跟中間選民 他可能也有去賭 他賭的過程當中 會有所謂的拉票跟追高效應 什麼意思 短短一個月 蔡英文從讓80萬票 就變成讓50萬變成讓30萬 意思是說 如果你到壓30萬的時候 蔡英文贏25萬還不算贏 他已經超過30萬 你壓蔡英文才算贏 意思是什麼 它是一個追高效應 就像股票跟房地產 很多人看到他不斷的往上漲的時候 你又有一種心態是說 我現在要趕快買 我再不買的話 接下來到時候讓10萬 到這邊PK盤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在蔡英文讓80萬的時候 有人就去簽賭 他看到讓到30萬 他超開心的 因為我越來越好贏了 那結果就造成了一個拉票效應是 我錢投注進去給韓國瑜了 所以我就會幫韓國瑜拉票 因為我怕我會賭輸 這個就是用賭博的方式 來變相買票 來影響台灣選舉 而對中國來講 他私底下 透過非常的統派團體 在輸入這個錢 是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回收的 這個才是檢調單位 非常是正式的這個問題 那最後回到這個網路聲勢來看 這個Google趨勢來看 韓國瑜在過去7天當中 你會發現說 他整體討論趨勢 是蔡英文的將近3倍 所以聲量真的很大 蔡英文將近3倍 可是你只去看 你是說他的聲量 是蔡英文的3倍 對 但是他裡面正負聲量的話 接下來再講 他裡面最重要的關鍵字 包含他的遊學 還有搞錯 謝祖武跟謝政武 還有他升旗台政策 都在組最前五名的搜尋 意思是什麼 這就是比較負面的這個新聞 反觀蔡英文 他的三峽造勢 總統府的一些大冒險 還有競選網站 是相對正面的 所以討論上面 韓國瑜是蔡英文的將近3倍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網站 Quick Sound面來看的話 他預估最後的用網路來增量 轉換成得票率的話 蔡英文是40.5% 韓國瑜32.5% 而下跌的幅度 雙方都下跌 但韓國瑜下跌的更多 下跌0.6% 然後你再繼續看 細緯的區隔 你會看見是說 蔡英文呢 他在新聞媒體的部分上面 正面佔比有56% 負面是28% 韓國瑜新聞是46% 負面是31% 那這個表可以看得更為明顯 就是他 候選人的網路聲量變化 這個是看支持度的部分 就是把正負的部分也考慮進去 你會發現有趣的事情是說 在10月15號的時候 韓國瑜微幅上漲 而蔡英文這個地方 突然間下跌了2-3%左右 那為什麼15跟16號呢 你回顧15 16號 這禮拜六禮拜三 就韓國瑜請假的這個時候 換句話說韓國瑜請假 對於他的死忠粉絲來講 他信心來了 覺得說 我終於不用被罵 是盜寶市長 我終於面對這件事情 要出征了 對那反而蔡英文的這個新聞量 都被這個稀釋掉 但是認為說 可能會影響了陳同佳案 我們一開始回應不夠好嘛 可是你會發現在網路聲勢上面 並沒有造成一個明顯的起伏 他甚至還是差不多的 換句話是什麼 網路的部分還可以被灌水哦 這個聲勢全部是屬於中國網軍啊 或是非常的點右是一個韓粉 他重複點閱 是有可能佔他上升 即便如此 韓國瑜還是沒有辦法 在納入正負聲量當中 去領先蔡英文 還是由蔡英文為夫領先 所以我認為 本土派不要自亂正角 韓國瑜有錯的地方 一個個把他點破 目前政府做討論政策 要持續的推廣 這樣子才是一個穩當的選舉策略